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是我的 可能是我的一个很特例的一个做法 那么迄今为止呢 写当代文学史呢 也有这个七八十部的当代文学史了 所以可能是我的这个文学史 以及我对文学史的看法呢 给它灌入了很多的理论 也不能说很多 灌入了一些理论 那么这个对整个当代文学的研究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文学史的叙事呢 可能是一个特例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常理 恰恰呢七十多部文学史中呢 可能是后来这个陈思和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也试图用理论 他用那些民间啊 潜在写作啊 这个这些概念 是吧 那么无名的时代啊等等 那么他用的是这些理论 那么这些理论呢 他有他的解释 同时呢 这些理论还是他比较好界定的 那么我这个文学史呢 是我做的一个 可能是一个特例 就是说我把现代性的这么一个框架 引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了 所以别的文学史是没有这种叙述 不需要这么多理论去解释它 它就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两种前提 就我刚才开始说的 要么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学 它本身就是合法化的 合理性的 不需要去论证 就这个是自明的真理 就像说这个 比如说他认为能就分成男能和女了 是吧 我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 就是像这些 他认为这些自明的 社会主义就是正确的 它就是伟大的 那么他的文学也是正确的 也是伟大的 比如说他是这种自明的真理 或者反过来 他认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是政治化 是专制极权 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学 完全是政治化的文学 它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 比如说这些 但是他都不需要去论证 那么我对这些原命题 我会产生疑问 我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 为什么它是合理的 为什么它建构这个文化 是合法化的 是吧 那么反过来 下一步说 为什么这样一个专制 就是政治它会这么强大的 渗入到文学中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 这是一个现代性 激进化的一个方案 那么所以我背后 要有这么大的 这么多的理论来解释它 做一个支撑点 让社会主义文化 它具有 既具有它的合法性 合理性 就是世界的 现代性的这样一个进程 发展到这个阶段 那么社会主义采取了 文化激进化的方案 那么因此呢 它有它的合法性 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呢 这个合法性 合理性呢 它这种激进化 它是过度的激进化 是吧 那么因此 它产生出 以这种方式 要去建构 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 要使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的政治 政体 获得它的合法性的自我形象 所以在文学中呢 建构了这一套东西 但是呢 B朗社会主义文化 它是激进革命化 它是带有强大的暴力性质 那么这样一种文学呢 不断地塑诅于暴力 是吧 阶级斗争 农民起来 推翻地主阶级 斗地主 你看 太阳照在三天河上也好 是吧 这个 暴风咒语也好 是吧 然后 保卫延安 那么这些呢 都是充满了暴力 那么这种暴力呢 如何使它去有合法化 它这都需要一个 我们需要引渡 现代性的这种理论 去解释它 是吧 然后同时呢 一要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一要赵树里的那种作品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说 它又需要一种 情感的抚慰 人民 它需要通书易懂 需要快乐 需要快感 所以社会主义文学 它想 企图在两方面 非常 富有矛盾性的两方面 一方面要向它灌输 一个社会主义 合法化的 这样一种历史 是吧 另一方面 它又企图 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人民群众能在文学作品中 获得快感 是吧 所以呢 我的基本的理论 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的看法 我是这样一种理论的背景 但这个背景呢 我如果不用现代性的概念 我没法解释 是吧 同时呢 对于相土叙事呢 我不引入反现代性的这些概念 我也无法解释 是吧 所以呢 牵涉到这些理论 但这些理论 其实呢 大家觉得 不太好懂 其实啊 这个理论呢 它都是一通百通的 出类旁通的 那么现在大家刚刚介入 觉得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呢 你随着你慢慢的介入进去呢 你会发现这些理论 你只要通了 它就是一通百通的 它就完全就是 能够轮回贯通起来 它们都是相互 都是有一种关系的 是吧 你 其实你要理解任何一个小的概念 你都要理解背后的一连串的 这种知识的谱系 那么确实我们现在 就是说一谈到学术呢 谈到学理呢 非常的困难 而且我们当代的学理也很混乱 是吧 那么前一个多月 有一次跟杜维明先生 就是我们有一个小的座谈会 那么当时还有张徐东啊 还有不少人 人不多 十几个人 那么杜维明先生提到一个问题 他说西方人 任何一个学者 他谈论任何一个学术问题 他背后的知识谱系 非常清楚 就是说他一说 他是从佛罗图到地卡尔 到康德 卢梭 康德 黑格 那么这下来 每一个人做人文学科 做社会学科 他都非常清楚 是吧 有他们背景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的 我们中国的知识谱系乱了 我们从现代开始 西方的知识拥进来 是吧 那么我们本身的谱系 我们从孔夫子 从这个庄老 是吧 卢道师 我们说是三文一体 是吧 然后到汉学 然后到这个 到汉代 是吧 唐宋 到这个宋明礼学 然后到晚清学术 我们这些背景 对中国学家来说 并不是清楚的 是不是 那么这些都是 我们没有一个 我们自身知识的 严谨的谱系 我们也没有西方的 严谨的谱系 你说我们中国哪个 做人文学科的 做社会学科的 他能从柏拉图 一直说到 说到这个 黑格尔 再往下说 说到副科 说到达里达 能够说得很清楚 说不出来 是吧 但对西方的人来说 做人文学科 这是基本的 你这个必须非常清楚 问题在什么 他们其实在中学 就打好基础了 法国的高考 作文题目 是论滴卡尔的 我思的思想 你们的作文写800字 是吧 然后这个写的还 当然你们是很优秀 是吧 大部分 大部分的 像是什么 清华人大 在北施大的 800字写不清楚 是不是 所以清华之下 对不对 那这问题就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整个中学 是应该进行 人文知识教育的 但是国家都让你们 去学数理化 只有我一个人 会提出这种疑问 我一个人会提出这种疑问 大家都认为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上一个月 据说我因为前天 前天晚上跟那个 李游先生一起吃饭 比如说报告文学的 80年代非常有名的 他说他在一个地方 看到一个材料 我没有看到 我因为这两天忙 也没去查这个材料 他说撒切尔夫人 在一个地方说话 我估计可能是 过去说的 不是最近说的 他说撒切尔夫人 在一个地方说 他说大家都认为 中国崛起 中国多么强大和伟大 是吧 但是呢 他说不要看他 经济上和军事上 多么强大 但是他没有思想 中国根本就没有 叫做他们叫做什么 智库 就智库 中国这个国家 十三亿人没有智库 那么西方他有智库 比如美国 比如英国德国 他们叫智库 智库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库 科学的 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的 他有智库 是吧 就是像比如说 我上节课出过的 那个福克亚马 福山 他人就在兰德公司 像美国兰德公司 他有智库 是吧 他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他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考 是吧 他呢 这样的有智库 他才能够给这个国家 给这个民族 给这个人民 给这个世界 提供他的思想 提供他的文化 他的文化 才会强大起来 他说中国 撒切当他那么说 很让我们生气 他说中国五十年 一百年也不会有智库 不会有思想 不会给这个世界 提供新的思想 那么他这么说 对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 都是一个耻辱 是吧 是一个很严峻的一种挑战 但是很严重的挑衅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那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有什么自我的思想 没有 几乎没有 有什么智库 我们没有 我们的智库就是什么 政府出一个题目 是吧 然后你去论证 论证他的合法性 是吧 论证他多合理 论证这个官员的思想 多么伟大 是吧 多么正确 他就会干这个事情 那么去年 我们北大搞这个高教论坛 那么我因为是 这个 是拥护共产党的 另一个党派 另一个党派 我叫做明门 明门 我是有幸成为明门的议员 我们每年在北大都搞高教论坛 去年 有一个高教论坛 高教论坛 我做了一个发言 我叫做无条件的大学 其实我这个无条件的大学 这个 也是吸取德里达的思想 就德里达有一个思想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参照 他说大学是无条件的 什么叫做无条件 就是说在大学的讲台上 我当然我先要这么说 然后我要自我批判 这没有办法 这是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语境 就在大学的 什么叫做大学 大学就是无条件 就你在大学 你可以说任何事情 是没有条件的 什么叫做大学的自由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那本书 我三眼娘也说不清楚 就是我的那个解构的底线 就是说 他当然他有关于 我们有关于大学的历史的发展 是吧 西方的大学 我们今天说的大学这个概念 那么西方的大学的概念 那么他谈到大学的制约和无条件的大学 大学无条件 我们都说办学有条件 是吧 要有仪器 要有钱 要有经费 要有高柔 要有大师等等 但是大学最核心的灵魂是什么 就是无条件的大学 你大学这里可以讨论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的限制 这才是大学的灵魂 大学的核心的精神 那么在中国大学肯定不行 是吧 我有这样的思想 我都要做自我批判 是吧 我都要反思 我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思想 是吧 我说完之后 我自己也觉得 在中国这个这样来看问题 还是不行的 是吧 当然虽然说 我觉得可以探讨 做学术问题探讨可以 当然我们是在探讨 我是说无条件的大学 与中国的大学的能文精神 我是讨论这个问题 好 那么我刚才要说的 这些是一个什么意思 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怎么会回答你的问题 会跑到这个地方去了 我跑出去我都回不去了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对中国当代文学 这个当代文学史的这样一种叙事 我的这样一个做法 以及我的这样一种理念 那么是要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作为大家对当代文学史学习的 我的这样一个思路 我当然做学术必须要有自信 对吧 你没有自信 你先怀疑自己 那肯定不行 但是对自己要有反思 那么我认为 我是要把这种理论 和现代性的这样一个视野 和这个框架引入当代文学史 我觉得我是打开了一种解释 打开了一种解释 那么大家可以 不一定说需要同意我这个解释 当然大家读这个文学史的话 大家可以回到那些文本 回到作品本身 但是问题在哪呢 我们是要叙述一个文学史 这一个线索和脉络 把这个文学史的建构的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怎么去把握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分析文本 是吧 大家想一想 这个文本至少值得我们去讨论 要有一两百本 我们总共课时是这么多 我们连篇幕和主题 故事叙述下 我们也没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一定要靠大家 平常的去 平常的去那个 去把握 是吧 大家平常如果你没有读 那现在肯定在课上读 肯定不行 课上靠我跟你讲故事 那也不成 是吧 所以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我的这样一个理论 对大家很有用 起码来说 对今后大家考试很有用 考 硕士 考博士 都会碰到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是吧 不过让大家提前介入而已 如果说大家到了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呢 再接触这些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现在接触的也可以 就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说 我觉得这些理论其实没有什么神秘 也没有什么难的 它是一个出类旁通的 是吧 它是一个出类旁通的 所以这个大家开始不太习惯 是吧 本来这个你们 应该说在中学应该会有一定的基础 是吧 但是呢 我们中学的教育 给你们占据了很多的时间 不是搞能文学科了 所以现在回过来 熟悉一下 接触一下 我觉得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哪位同学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同学提的问题很好 这样那我可以 好 这位同学 老师 就是我们课上了现在 您在讲述过程中 始终有一个关键词 叫做现正性 但我觉得在念意思就特别的不理解 所以说我也上了一个论文 然后我就在讲 这个现正性 它到底是一个意识形态的 就是一种虚构 一种人类的律试 还是说它确实是有事物本身的 一种质的规定性 假如它是一种质的规定性 那么这个质的规定性 到底是什么 所以八九十年代 可能现代化现代性 是一个极其论的文化热点 但是到现在它的概念 本身出现了一种分裂的情况 就是我们不知道现代性到底是什么 以前它可能是正面的 是正性的 但现在它是一种温性的状态 是中性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您还以为你现代性作为一个背后的稀释支撑点 所以我就是不清除这个现代性的 OK 好 好 谢谢 那么 所以比如今天早上我们考那个博士资格考试 我们也有出这个现代性的题 是吧 硕士考试也会出现代性的这个题 所以这个是在学界中 就在当今这种学界的 基本上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 就是你不了解这个概念 你没法进入我们现在的学术的讨论 你翻开任何论文 基本上这都是一个你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 你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 那么确实这个同学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还是提的非常的明确 提的非常的这个 我觉得很有思想 确实很有思想 是我们选课的同学吗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的思考 那么现代性的 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 要去把它解释清楚 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 是吧 很大的难度 那么我给过大家这个解释 同时我的书里面也解释了 那么大家也看了 但是刚才这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 是非常尖锐的 他就说 现代性你到底是历史本身的本质化的东西 还是我们学术的给他的一个描述 是吧 给他这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感到困惑的 同时也是我们最难回答的 是吧 首先一个 当然我们现在在后现代的学术的话语当中 我们不承认有某种本质化的历史 是吧 你说历史的本质存在这种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的本质 那么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是吧 有种无限进步 无限发展的观念 比如我给现代性 下来说 大家如果不了解现代性 就采取这么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就是无限进步的 发展的和目的的时间观念 它这个时间观念 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 大家把握这一点就可以了 是不是 比如说 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 这就是现代性的观念 是吧 就只要发展 它就进步了 那么这就是现代性 是吧 然后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这就是现代性的观念 是吧 那么 比如说 后现代 它就认为不一定了 你发展不一定好了 你这个战胜的它 你在后的不一定比在前的好了 所以它要用古典的时代的价值 来调和现代的价值 是这样 是吧 现代就是发展工业化 然后革命 是吧 社会的高度的组织化 然后集体 那么它是这些 一切都按法制 法律 那么等等 它是这些 是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